今季勾乱不经不觉来到已经四强了 大家之前看过很多球队还没喜欢的 例如有些可能是曼城阿仙路 甚至乎巴塞这些全部都下马了 四强剩下什么呢?就剩下 波蒙特、PSG、拜仁和黄马这四对球 两个对碰就是今周踢四强的首回合 昨晚先踢完一场 如果四强里面这场绝对是决赛起码 又是摆上了一条线 有时候欧洲足协说很公平公正的 有没有人相信呢?就是说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的话也不能怪别人 四强首回合 拜仁主场在安联球场迎战黄马 德甲的斑法对着西甲的斑法 当然拜仁今季的成绩就认真令人失望了 到现在联赛已经没了 肯定没了 德甲已经肯定被利瓦拿了 卫免失败 11连霸之后就断了揽 接着德国盃早就出了局 输了给丙祖 还是第四级联赛 输了给丙祖 接着超级盃早就输了 季初当时已经输了 输了给阿尔比萊给石 只剩下一件事就是欧联了 欧联了 这件事你也输了 那你真是含了 你白人就没有了 今季之四大加空 好了 对着黄马 黄马现在在西甲那里 绑守地位 摇摇领先 真是叫做什么 风黄又迟早有问题 现在领先 领十几分 只剩下几场球 真是时间问题 迟早 接着西班牙虽然出了局 黄背 但是还有欧联 欧联 欧联可以和你死 因为联赛那边 基本上成定局 就可以专心在欧联 今场帮黄马坐客 先开纪录那一队 上场24分钟 当时中场 卓奥斯 拿到球 这个老将真是不得了 真是越老越有球尾 塞直线 手术都式的直线 很漂亮 创穿了大人的防线 虽然是漂亮 但是感觉上 比较大力了 但又可不可 扭压好像又不是怎么出 出一下又不出 出到十二马点 但又没有出完 好了 让Vinny雲尼素斯拿到球 推进去 看你出到十二马点 射左射后也可以 就射回左手 即是大力位入网 1比0 先开纪录 王马 一球领先开纪录 一球领先半场 下半场 杜曹变阵 换入拉斐尔古里路 在阵式上也有所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哇 把握了 王马后防一时间 调节不理 有点乱 就是 应对不到的时间 就短时间之内连队两球 先是在这个 50分钟 大约是 53分钟 当时尼莱桑尼 就在右边拿到球 拼过了这个 是费罗文迪 然后推入禁区 左脚 硬爆进去 左脚 狂抽 近处 入网 这个球 王马路门 努廉就不错了 封不了近处 让他就是那位 入了 1比1追成平手 4分钟之后 4分钟之后 快人入多球 当时就在左边那边 梅斯亚兰在左边发烂 推进去禁区 推过了华斯基斯 华斯基斯的脚 就踢不到球 太慢了 就击跌了梅斯亚兰 那就求正直至12碼 看回慢镜 你也踢不到球 踢到脚 绝对12碼 King 哈利简尼主射 入网 2比1 慢烈 拜仁反超前 拜仁反超前 想着王马就糟糕了 难打了 那又不是 去到83分钟 到王马就打到12碼了 当时真是巴西马寶 Vinney雲尼素斯 在禁区顶上 说物质质的明明 这些小位都比直线下去 给洛迪糕 洛迪糕 然后转身就想进去 然后被金文哉 整份满跌 球阵 直至12碼 这个判决也是绝对正确 10碼王马 洛迪糟斯 主射 入网 扭曲 扭曲 2比2追成平手 Vinney也是回开二道 最终这一场球 双方打成2比2平手 首回合 打成平手 因为现在没有在下入球 即是下回合 下星期回到班牙会 由头来过 跟由头来过一样 所以下场球 如果你说0比0 1比1 甚至打到3比3 4比4 10比10也好 都要加时了 就没有什么在下入球 哪个有好处 哪个有好处 由头来过就好 先看看双方阵容 这场球 主队拜仁教练杜曹 排过4-2-3-1的阵式 鲁门用了扭牙 后防又幼致左 金美智 阿里迪亚 金文哉 和摩洛哥的国脚 马沙拉维 一队防御中 继续哥列斯卡 拍着拉马 三个中攻中场 梅斯·阿娜 TM 托马斯·梅娜 李莱桑尼 精箭头用King 一个单箭头 那边商 黄马拉肥安 明碎肥安 排过4-1-1 其实是 偏向4-4-1-1 龙门就是这个劳联 后防又幼致左 华斯基斯 鲁迪加 拿祖 和废朗文迪 继续哥 跟着四个中场 继续哥 华威迪 佐尔文尼 卓奥斯 以及洛迪高 进攻中场是比灵狭 和正战头用Vinni 一个 金翔波拜仁的後備席陣容有什麼人呢? 金翔波拜仁由於有敵列特受傷 沒有了,應該收禮了 也不知道歐那杯能不能說出來 京士利高文也是,又出不了受傷 所以用了金文再打中堅 後備席有什麼人呢?例如拉菲爾古里路、基拉比 有傳說今季之後會轉投王馬的加拿大的左閘阿芳蘇·德菲斯 還有就是這個,嘩 大家一看到他上陣,對方球一定很開心 Wuffin就選擇盧 卓保莫亭、西班牙的中場薩拉哥沙 加拿薩拉哥沙、帕夫諾的年輕中場 還有就是法國年輕前鋒泰爾 那邊雙黃馬呢? 黃馬也有後備席 今場球是有卡華沙停賽的 看到後備席了,後備籠 還有魄圖、古圖奧斯雙魚可以踢後備 還有領隊阿里薩巴拿加 還有米列達奧、艾拿巴也可以 叫他踢後備 法蘭加星、摩迪、卡馬雲加、斯巴路斯 艾特古拿、河西路和巴謙大雅斯等等 這些球員 上半場呢 其實呢 拜仁一開始是壓得很前的 你看到上半場是斬了兩桁 頭二十分鐘左右 二十分鐘左右 那個勢在拜仁上 現在開球拜仁是威威勢的 嘩 只是開球六分多鐘已經幾腳射門了 很近磅的 但你把握不了 今場球拜仁在上半場 頭二十分鐘在中前場的搶截 是做得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 很多時候是斬 截斷了和馬的推進 那些傳播 令到很多時候這樣的成績 可以打個反擊 繼續圍著和馬來得 亦都令到和馬的 頭二十分鐘的反擊 是不太奏效的 所以很多時候二十分鐘 就在和馬的後半場那裡 是進行的時間較多的 那奈何了 你把握不了機會 你尼羅桑尼也浪費了兩腳球 梅斯亞娜也有 阿慶又有 等等等等 這些球員 正在上半場 嘩 其實都不少機會 都不少機會 但是問題呢 你見到 大家有看一場球 那些機會呢 是一腳處理得一腳比一腳差的 第一球你說 尼羅桑尼那球 左腹位射過去的那個球 都說就被盧蓮 尼羅桑尼的那個球 很近磅 然後阿慶的左腳 射過去 都叫做中龍 不過是沒什麼力 然後那些 梅斯亞娜 甚至尼羅桑尼第二腳 那些 完全是炒高了 那些 開始感覺上 白人 不知為何 突然急 那樣 其實有沒有需要呢 想想著 是否先搶 頭二十分鐘 趕快搶了一顆 好了 那你搶不到 昨天開拉的時間 已經有朋友都說 你現在給白人攻 而攻不進 黃馬真是用頭二十分鐘 去熟習了你的進攻模式的速度 然後二十分鐘打後 黃馬就回到節奏 來踢了 果然 真的上半場只踢半月 也一百人 頭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打後 黃馬真是熟習回來的 即是已經是 控制了比賽節奏 可以說 到這百人是直接 跌下去 基本上是跟著黃馬去踢 黃馬這場球 肥安不需要跟你去搶 不用說用什麼前場逼搶 反而防線收 有這麼後 很多時候中場 自己都收回到三閘線的位置 但是 前面留過 Winley 頂聖龍 比零行馬 後一點 連奪迪高都回來 挨邊 左中場的位置 幫忙防守 最多把球上去 但這一招 反而令到白人 搞得真的 一籌莫展 就是這樣 今場球 即是你拜人 特別是上場 對著黃馬那些防守 反而越踢越不行 人家越踢越熟習 反而你又不是越踢越不行 反而是人家熟習回你 你進攻不過如此 好了 到二十分鐘打後 黃馬開始了 在中前場 中場位置到 未知是中前場 開始去襲 捷擊開始來了 上半頭二十分鐘 就說拜仁截了很多球 黃馬 但不是 二十分鐘打後 就是黃馬截了 白人轉頭 令到白人的攻勢 反而沒有那麼銳利 反而回到黃馬的反擊來了 昨晚都已經開口中了 難道你攻不進 黃馬第一腳攻門就打倒你 果然 那個球 是黃馬第一腳攻門 就是打倒你了 入球 就是這樣入球 這個球也是 你看到白人的防線 穿 給Winney一個靈活 欺負 還有 紐亞的位置 為何會出不完 其實紐亞這個球應該沒有了 他好像是大力了 是漂亮的 真的漂亮的 但問題是 他的力量好像稍微大力了 以為扭一下出來就沒有了 不是呀 再看慢鏡 你要扭一下 等一秒兩秒 你扭不出嗎 那沒有了 人家快 一扭上來 看你出來 就四入了 一比零 那就先領先 整個上半場 黃馬真的領著來 空球 就是儘量拖慢節奏 拖慢節奏去搞你 空球就是給你拜仁 但是問題是 你拜仁又搞不定 你去到中場又被我折回頭 那我又控回那個球 那我又不會跟你去搶 那些肥子就聰明了 老貴球也是這樣 所以上半場 真的你看到 老實說 反而感覺上 拜仁是跌了下去 黃馬的陷阱多些 好了 下半場了 下半場又不得不讚道吵 雖然大家都知道 我出了什麼 就是最討厭的這個人 其中一個都很討厭的 這個 這個都很討厭的 這個杜曹 整個都被人過餘了 不過 今場 就是彈要彈 又要讚 好又要讚 下半場 杜曹就聰明了 首先換人 用拉菲伊古利路 入締了哥里斯卡 哥里斯卡上半場 是滑滑無遺的 感覺上是跟不上節奏的 好了 用拉菲伊古利路 把拉曼打回 專注在6號 防中位 去做掃檔 全場跟著 比零咸 那些 接著 就用拉菲伊古利路 做一個 你可以說 我們經常說 玩FM 中場有一個 中場有個 Masella M-E-Z-E-L-A 經常性拉去邊 去用 就用拉菲伊古利路 反而去左邊幫忙 跟著 他推波上去 那夠果斷 活動範圍也大 所以就用拉菲伊古利路 他又不是踢邊 反而踢回哥里斯卡的位 但是作用有少少微調了 用了拉馬 就專心在防守方面 掃檔方面 進攻方面 就靠拉菲伊古利路去幫忙 好了 還有另一個 另一件事 杜曹底贊就是什麼 就是兩邊逆風互調 上半場 感覺上 梅斯亞拿右邊 跟著 尼萊桑尼又左邊 踢下去 除了開波頭十多分鐘之外 還有毫無生氣可言 踢到很粒 大家都覺得 白人的功力就很麻煩 下半場 杜曹底贊 好了 要不像华斯基斯那些 始终他不是正宗右杂出身 防守意识差点 另一边阻挡费罗文迪虽然阻挡 但是常常发梦 常常不集中 所以一时间回不了神之下 適应不到 就在初段短时间内连队两球 尼莱桑尼的球爆进去 你见到最显著的效果 硬爆 硬推 桑一招 他也是这招 就是这样推进去 左脚射回四位 那卢连这个波封位封得不错 或者可能没有遇到他射 有这一下 但是起码就后了 再之后另一个十二马 就是之后那个波 拼到十二马就是靠梅斯阿拉拼回来 又是这样来的 跑进去 欺负到华斯基斯 出脚慢了 击敌他 这样十二马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就是以这个是 杜曹这一场波来说的话 其中一个真的值得赞的 这个地方来的 就是不要说 都说扔他了 哎 麻烦你了 但是另一样东西了 好了 那你既然呢 既然了 二比一了 之后的势在拜仁里了 之后拜仁其实不是没有攻势的 都有不少攻势的 不过 只不过 真是了 就是拜仁今次呢 那个攻势呢 就相对地就之后就把握不了了 角球两次斩出来 顶又顶得太正 被勞连接实 被勞连接实了 那么 接着呢 但是 无以为计那样的 拜仁 拜仁无以为计那样的 好像是上谷上去 但是又顶不了 那又是同一个道理了 其实你那时候呢 反超前二比一呢 皇马后防是乱了的 真是乱了的 这下 如果你真的把握到机会 再加大 这个力度呢 其实三比一是容易过 你反而被人追回二比二的 其实那段时间我们看球 我们一直在看Live的时间 都说的 似乎 似乎 真是三比一的机会更大一点 未来的入球 但是问题呢 你拜仁又把握不了 喂大哥 就是你这些 机会的东西 不是一定有什么的 真是有第二次的 就是 你拜仁又这样 把握不了之下 那没办法 结果 就被皇马 这次有一次机会了 Vinny 这样搞定了 结果就这样 就是 追回这个 二比二 十二 拼到十二马 二比二 今场球呢 黄马 就是肥安 可以说 就是不错 那个部署呢 进攻的明显是欺负到拜仁的 利用了 Vinny 即是巴西妈保 他们的 灵活 那个灵活 和那个转身快 就欺负 拜仁那对中坚 拜仁中坚 这场用什么 阿利迪亚和金文哉 两个出了什么 比较顿的 转身较慢 其实金文哉已经算快的 但是你说 比起 就是 你说Vinny那些的话 力有不低 大哥 直线跟你跑都还可以 要再加上转身的话 很糟糕的 很难搞的 结果两个球 结果两个失球 都是金文哉出事 第一下 要赞Vinny 真的赞Vinny 他刚才拿着球 Vinny第一下 他不是走进去 他是走出来 引了你金文哉出来 才跟着他 死跟着他 然后一个U-turn 一个U-turn就走进去 然后他刚才弄了直线 金文哉是完全 完全跟不上 因为金文哉本身的球 伤都不是高 那里死的嘛 加上你转身又不是快 那一刻 再去追回 就没了 所以这下 第二下 也是欺负到金文哉 给进去洛迪高 又是老鼠仔灵活的 金文哉就抱跌 完全是搞不定 抱跌就没了 又是那句 你不抱他 你不阻止他 也是死的 洛迪高 你不阻止他 过了金文哉 对着压力敌压 拒一拒的话 随时压力敌压 被他拒过 对着大大的路门 射哪一边都可以 扭着一定能够到的 对不对 所以 黄马在进攻方面 看到肥安的部署 就是这下 就是针对性 就看着你们针对了 反过来 杜曹金长波 部署也有赞的 除了刚才下部场的 整场的防守方面 虽然是一对中坚 始终转身飞一晚 速度那些 动作不太灵活 但是呢 他就在这个 就知道你皇马了 你皇马最有威胁 除了一对巴西妈布之外 就是比林涵 这场球 针对性部署 针着你比林涵来搞 拉马整场球就负责 封死了你比林涵的位置 他是用拉马 上场的哥利斯卡 还有就是中坚的 亚利迪亚等等这些球员 就经常圍住了 你比林涵附近的位置 封死了 一不给那么多空位 你比林涵呢 果然马上隐形 你比林涵拿到球 只能够后传 还传 做不到太有威胁性的东西 比林涵一次射门也没有 一个射门也没有 将威胁力减到最低 这也是拜仁金场球 防守方面 是值得加许的地方 那看到了 金场球可以说两边的主帅 都叫什么 就是大家扭计息 扭尽六任了 但是感觉上真的肥安教性一筹 在临场的测试和部署方面 都是肥安似乎较胜一筹 到处下半场的确是有的 下半场初段出来的时候 是令到黄马是乱一乱 但是不懂得再把握下去 不懂得把握着勺子 下去继续多几球 你把握不到一回事 就是捉到人不懂得脱割 那就被黄马追回 下个回合 回到班拿贝 你觉得拜仁可以吗 所以 个人感觉暂时看这一场球 肥安真的 双方功力是好看的 两边高手过招 这场球绝对是 但是肥安那套球 谁说肥安回堂 谁说肥安已经out了 麻烦 看一下这场球 甚至乎 你再看之前两季的球 肥安很多次 你认为他负车吗 其实再看一些小节目 不是的 不是负车那么简单的 肥安那些小节目是做得很足的 肥安那些 所以我经常都说 世界上三大主祟最喜欢 肥安一定是 一定有份 不用说了 好了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了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个like 和subscribe这一条YouTube channel 先宣传一下 接下来的星期日 5月5号 将会有个体波party 在中环Liberty那里 也就是之前几次 搞了体波活动几次 包括大臣搞双雄会 我和Marcus也搞过 这个是曼城对阿仙奴 上个星期 不伦敦打比 那时候Marcus也在那里搞过 今次再会搞的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张票看路笑了 两场球 9点钟车路士对韦斯衍 以及利物浦到二次 今次不止我 还有我姿姐 你们很想见姿姐 贝姿姐 也会来的 刚刚那次哭得什么 叫他真人哭多次给你看 价钱188元加1 包两杯夜饮 如果想吃完也行 388元加1 今天有一宽晚餐 再加两杯夜饮 其实值得玩的 值得玩的 就是街越赶场那边 希望到时候见到大家了 报名链就在影片下面 Description那里有了 可以按进去报名的 OK 报名链就给钱 最下面的Pay Me Scan了给钱就行了 好吗 记得订阅了 喜欢这条影片 放一个like 和订阅这条YouTube Channel 在YouTube 按一下小链 收通知 正常你的新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